再来关注到阿富汗局势 自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首都喀布尔的治安是明显好转 以往经常发生的枪击和爆炸已经很少出现 社会运作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 不过一些留下来的伤痛仍然是无法平复 美国日前为撤出时误杀平民道歉 但是遇难者的家属则表示 这种没有任何实质举动的道歉 完全是于事无补 在美军撤离阿富汗前夕 8月29号 美军利用无人机在喀布尔发动空袭 导致10名平民丧生 包括7名儿童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 日前终于向遇难者道歉 表示这是一个悲剧错误 同时指出会承担起这场悲剧的全部责任 记者来到遭遇美军空袭的现场探访 看到炸毁的汽车残骸仍然留在院子里 房屋已经破损到无法居住 这两位遇难者的亲属看到记者后 对记者说 他的兄长以及自己的孩子 亲戚都在袭击中遇难 虽然美国承认 他们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但至今并没有任何实质赔偿 遇难者的家属还表示 他们至今都无法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 家人遇难的那一天 是他们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 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者 就这样误伤了一家人 整个死去了十个亲人 美国现在已经承认了 但是具体赔偿措施还没出台 塔利班政府也没有明确的答复 凤红卫视特约记者王权 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点赞 看到 合于 上